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祈願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直播 那台股今天在創這個 波段整理以來的高點 因為昨天這個 美股納斯達克創新高了 那創新高當然對我們台股 一定會有助長的效果 我們看一下現在目前的指數 是上漲了88點 88點要亮冷 你看今天亮冷有1762億 今天算蠻熱的 算蠻熱怎麼說 因為其實我們每天在節目上 跟大家講這個指數的點位 跟這個亮冷的時候 你可以去發現 其實在過去都是1100 1200 那前幾天有到這個1300 1400 那今天預估亮冷 就來到了1764億 這個通常這個之前 我們上節目的時候 這個量都是收盤後的量 出環境今天變這麼大的量 這個大家特別留意 短線是不是有這個過熱的跡象 我們看一下指數 指數這樣的K線 我今天再創一個新高點 那這個新高點 我們來比較一下 我們比較一下 它已經是突破這個 從2月份整理以來的這個高點 那這個高點 接下來大家就會去認為說 後續是不是有機會去突破 這個1270的高點 但短線來講 它其實已經是創高過熱了 怎麼叫創高過熱 可能大家用這種指標是看不太出來 通常我們會用一些比較 特別的這個指標來看 就是所謂的布林通道 什麼是布林通道 就是說一個指數在 或者是一個個股在走的時候 它會有個軌道線 這個軌道線就是所謂的一個 所謂就有點像 你在走這個馬路的時候 你會知道嗎 就是你這一條線路 如果你超出去的時候 那不是有個那個黃線嗎 就是白線那種中線那種地方 你就會知道說你跨線了對不對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指標線 你看這個就是布林的通道線 那中間的這個黃色的線 這個黃色的線 就是20天的平均線 就是有點類似像我們的月線 那月線的這個扣底值在這裡 所以它往上跳 所以現在目前來講 月線是翻養的 可是今天開的位置 有點乖離這個所謂布林通道 那台股過去有這樣走過嗎 我們看一下 你看它過去的這個走勢來講 你會發現奇怪 這個鍾老師好像指標蠻多的 來看 它過去都是沿著這個上緣在走 上緣在走 很少看到這個突破到上緣的 所以如果突破的話 短線就會有乖離的現象 我們以前常在這個 這個美國人不是講一句話嗎 這個股市就是小狗跟主人 什麼叫做什麼叫小狗 什麼叫主人 主人就是那個均架 就是我跟大家講 主人就有點像這個均線 這個均線就是所謂的主人 那目前我們的這個 台股的這個均線是以月線來看 那月線是主人 那指數就是小狗 你看小狗跑出去了 有沒有可能再回來 那依照過去的這個經驗來看 只要乖離到通道之外的 通常都是會拉回 通常是這樣 以過去的經驗來看 你看過去從這個前年也是一樣 所以我認為今天台股短線這個比較熱 今天到1700億這個量是蠻多的 那裡面我認為裡面大概有三四百億是來自於當充的量 那這當充的量當然會造就整個指數的量往上去做推升 不過如果說以這個長期的買盤來看 那我認為今天的股價有過熱的現象 其實昨天就有了 前天就有了 前天就有 禮拜一就有了 所以禮拜二的時候它拉回修正 那今天再往上 再往上走 當然就是因為NASDAQ創新高 大家會覺得說 那斯達克創新高 那台股理論上接下來就是有機會挑戰前波高點 這個是大家心裡面想 那能不能挑戰前波高點 你還是要看外資的心態 因為我認為台股你要走多 外資得要賞臉 他如果說他今天都是小買小買小買 這沒有誠意 我認為是沒有誠意 什麼叫誠意 就是說可能你今天外資的買超市超過百億以上 這個才是誠意 那anyway我們看到的是現在短線是過熱 那接下來我們的融資餘額 融資餘額也是在高檔 其實這一波修正下來 它並沒有大幅度的修正 可見台灣人的這個賭性堅強 來我跟大家講這個是融資水位 這個是二月份 你會發現二月份因為美國跌一千點 必須要看到千點的跌幅 你才願意把錢收回來 所以這個地方修正的很快 可是這一次回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實並沒有像二月份那麼恐慌 那既然沒有像二月份那麼恐慌的話 這個融資還是沒有大幅度的減少 表示說現在目前我們海股當中 籌碼還是相對凌亂 那因為最近這個震盪比較大的就是這個 被動元件族群 昨天這個落水狗今天又變這個黃金牛 這個Cash card 這個2327國具我們再來看一下 今天債工漲停 你看其實如果你把這個布林通道拉出來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很多個股只要乖離布林通道以外 都會修正 當然有一些就是市值比較小的股票 這個是例外 因為這個是可能有些 某些籌碼的影響的成分是比較大 當然這個個股的部分跟指數是不同的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2492的滑行科 今天也是再往上走 再往上走 今天很多這個被動元件的個股都出現漲停了 那我還是一樣一句老話不要去追 你去追他你看這個 這個昨天這一天買完之後 隔天大跌睡不著 睡不著好幾天 稍微漲一下算了把它賣掉 結果突然就蹦上去了 這怎麼玩 這個怎麼玩 所以我跟大家講就是說 你如果真的要做這種被動元件 漲多的股票 我會建議你把這個通道拉出來看 這個叫布林通道 布林通道上原的部分 你就不要買了 這個就是一個風險的概念 除非是他回撤這個月線附近 有機會看到買點再說 這個是我覺得你在操作這種 強勢股的時候 最好的一個操作的一個指標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當然我們今天看到 被動元件持續在吸金 那其他的個股也稍微受到影響 你不要說不會 比如說我們今天來看這個光學族群 今天 因為以前都是用軍線跟大家講 那軍線來講 基本上他看的都限太多了 我那個通道出來看 你就知道了 大力光今天開怎麼搞 因為為什麼 因為其實今天有很多券商 因為大力光公佈營收是好的 那公佈營收是好的 那我們來用一個想法去做推測 你看來今天是公佈營收 今天是高點 可是你看從5月初開始 大力光就一直漲上去 那我甚至之前在節目上跟你講說 這個地方跟你講說 他已經是創整理以來的新高點了 什麼叫整理 就是這一波修正下來之後的一個新高點 那個時候在這裡 那當然過沒多久之後 他出現這個高點 也就是因為他營收表現好 這個是我們視線都不會知道 但是技術線線型裡面 突然間有個突破的 創高的格局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他是比較特別 因為畢竟大力光跟一般的股票不同 這個不是說我們一般投資人會去買的 那我們看一下郁金光 郁金光今天在創新高 但是他的這個線型其實長得不是很漂亮 因為創高的線型是黑色的 這感覺就醜很多 那有一點點價量背離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出 他這個量是慢慢的減少 股價慢慢的墊高 有點價量背離 那原則上也很接近這個布林的上緣 這個叫上緣 這個叫下緣 這個叫中線 這個跟大家講上緣下緣 那個緣分的緣 那如果你不懂 就是天花板這個是地板 這個是一樓好了 一樓好了 地下室好 好 那你看郁金光是不是 今天創高要出黑K 這個黑K有點醜 醜到不行 我認為還是醜到不行 那我們看一下其他的個股 3504的陽明光 陽明光 你看喔 陽明光 其實我覺得他滿特別的一點 他每次都是沿著這個布林的軌道 再往上墊有沒有 基本上都不太會超過 算 還算滿守規矩的 可是他這樣一直漲 也是漲很多啦 漲很多啦 不管他營收怎麼樣 這個不重要 我覺得漲多就是風險 漲多就是風險啦 千萬要注意這一點 3509今天創新高 3509今天創新高 很奇怪 今天創新高 然後K線是黑色的 他也是因為你看他的這個布林的軌道都太外面了 他過去只要突破到布林軌道外面 如果是黑的話 通常都會休息啦 過去是這樣 那也有例外的時候啦 也有例外 那走的線型跟一般的線型比較不一樣 好 那當然這也是創新高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個測用的部分 今天我們看一下這些鏡頭的類股 每個營運就對了 這兩個方式去評價 那現在我看一看這個本益比 有的都三四十倍 好誇張喔 這個是被動元件耶 這又不是IC設計 怎麼這個漲這麼多 所以我認為他可能就是有個神秘的力量 我還是有這種感覺 好 反正就是我們先看光學啦 那這個自駕車 這個大家都知道 這個我也是講好幾天了 那雅光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雅光還是 好像還是沒什麼動 雅光今天跳上來 有啊 跳上來了啦 跳上來 然後可是 這個也跳太高了 跳太高了 跳太高了 那今天亮說 亮說當然就休息整理 那我們看一下4976加林 加林今天 今天其實也還好 不過呢 車用的線型都走比較 一紅一黑啦 就感覺好像跟 異軍剛剛有點像啦 那6209金國光 金國光這個昨天漲停之後 今天 這個跳上去之後 這邊就差不多要休息 因為今天出大量嘛 這個我跟大家講 這個你通常跳上去 這個布林軌道外面 你現在如果 在電視機面前看 你先把你的電腦設定一下 這個布林軌道 你可以拿起來看 如果跳出去太外面 今天又爆大量 其實也不是什麼 什麼好事 那如果說你之前 你之前沒有買的話 就不要再追了 因為短線來講 就漲上去了 但是原則上 這些個股我認為 它的趨勢是慢慢的成形 慢慢的成形 那通常光學族群 去年的旺季是在第三季 那看看說這次整理之後 大家好好觀察一下 這些個股的營收跟財報 因為快10號了嘛 那我是覺得說10號之前 你先觀望一下 不用急啊 因為真的好的話 都還有機會 那就是10日 10號的財報都公佈了 都確定OK了 我們再來觀察 再來觀察 好 我們先競爭廣告 接下來我們再講遊戲 跟其他的族群 全國投資朋友 想知道如何選擇好股票嗎 我用均線扣底推算法 幫你在起掌之前 找到最適合的好股票 網路搜尋17HOYABA 或是加入我的LINEAPP生活圈 就可以跟我一對一的雙向討論 我也會親自回答你食物的問題哦 你是好人嗎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的各種生命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遇見一切吵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這片刻的明鏡 Choose your online 鵝排氣密窗 全國投資朋友 想知道如何選擇好股票嗎 我用均線扣底推算法 幫你在起掌之前 找到最適合的好股票 網路搜尋17HOYABA 網路搜尋17HOYABA 或是加入我的LINEAPP生活圈 就可以跟我一對一的雙向討論 我也會親自回答你食物的問題 我現在請三個藥 五個不 預防禽流感 請洗手確實消毒 雞肉蛋要熟食 要買合格標誌的禽肉蛋製品 不生食 不購買 不自行宰殺 不餵食 不接觸 三尿五個不 請防護 人間處處有情天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到這個節目的下半場 你現在收看的是中期元的台股直播室 現在大盤上漲100點 這個越來越高 這個量的17651 差不多 我認為今天還是過熱 你如果想 我不覺得今天是買股票的好時間 因為這個真的是 你看喔 這個指標出來看 這個你自己也會看 就都漲上去了 這個太誇張了 我們來看別的 我認為現在大家可能會 比較熟悉的一些族群是什麼 被動元件 被動元件有 MOSFET MOSFET也有 這個還有什麼 矽晶元 矽晶元現在蠻弱的 那還有一些光學 可能還有一些PCB等等這些 這些都是大家現在熟悉的 可是你可能沒有想到的是一些 其他的產業 比如說像遊戲 那遊戲是這樣 遊戲其實我那天看美國的這個新聞 他們現在在美國的這個大學 各位是長春藤那種大學 什麼是長春藤名校你知道嗎 就是那種美國 你看大學排名前10名 不要說前10名 前20名 要讀都很貴 像什麼那個哈佛 史丹佛 耶魯 那個什麼 很多很多 這個數不完 沒有講到的不是不好 只都很好 只是我講不完 那這些名校基本上他們 我看到有一個新聞是講說 學生他們現在在組team 在打遊戲 大學生耶 還長春藤耶 在打遊戲耶 打遊戲要幹嘛 比賽賺獎金耶 這什麼社會啊 我覺得這個時代已經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我記得我年輕的時候 小時候那時候打個電動 那個去外面打電動都要偷偷去跑去打 有時候我爸在外面等我的時候 就把耳朵拉著就抓回去 以前打電動是不好的新聞 可是現在時代真的不同 包括現在很多電競選手很多 我很羨慕現在的小孩子 生活多載多知 我們來看一下遊戲的部分 來遊戲展6月5號 6月5號要開始了 開始了 現在目前好像感覺沒什麼動靜 沒什麼動靜 但是總經我們現在看一下 這個還是要看一下總體經濟的統計 這個New Rule他們的研究報告指出 2018年全球會有23億的玩家 帶動全球遊戲市場上看1379億美元 這個是New Rule的研究報告 當然我們是截錄下來 另外我們看起場個股 我認為現行還OK 營收不會太差的個股 3293新項這個新產品 當然它還有遊戲機 遊戲機是在東南亞的部分 像VR的部分 遊戲台這些 還有611的大雨滋 這個也是 這個是後續大家關注的部分 到底有沒有辦法說 從政雄風 應該是這樣講 6180的橘子 這個也是一樣 之前這個天堂M也是很厲害 我們看一下這些個股的股價 3293的這個形象 我們看一下形象 形象你看也是混了很久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點 大家可以去注意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就是這一次拉上去之後 融資出場了 這個融資出場之後 原本這個融資比例在這裡的時候 因為漲就會有人追上去 那後來就修正這些融資就出去了 這個是我覺得比較特別的地方 它顯示就是說 相對這一檔的籌碼是 最近有開始慢慢的沉澱下來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大雨滋 大雨滋今天也是漲上去 你看這個之前講 其實都沒什麼表現 可是最近又開始有買盤進來了 這個買盤是漲成一樣 我們看一下 這個圍盤拉上去了 因為它現在是錦氏股 錦氏股因為這邊漲多 這邊漲多 那漲多當然就是小心一點 現在是不要去追 好趨勢也是 這個昨天還鳥鳥的 今天就上來了 所以我跟大家講就是 有些股票在整理的時候 你要去看 為什麼它會整理 那到底趨勢有沒有改變 如果真的是走空那就算了 可是如果趨勢沒有改變 那也說整理整理整理 就是一些籌碼的沉澱 比如說我們看 這個橘子的籌碼沒有減少得很多 那6111我們看這個大雨滋 你看籌碼還在撐 就是散戶都還在撐 那3693這個股價高 當然所以這個 大家跑得比較快 所以從融資水位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些一般投資人的心態 那我講散戶可能很多投資朋友說 你會想說你是在說話嗎 不是這樣 應該是講說大部分 整體的數據來看 我們看的是這樣 那只是說到底它對股價 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的 這個相對的效果 這個也不見得 每個股票特性是不同 但我認為 我認為整理的股票 大家可以去觀察 你不見得一定要去看一些漲度 像陽明光漲這麼多 也沒有一直在跟大家講 但我們之前講過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MOSFE MOSFE現在大家都沒人說 為什麼沒人說 因為最近都修正 MOSFE今天也是修正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6435的大宗 大宗沒有 大宗今天拉上去 3317 尼克森 那這個5299的捷利 這個6138的這個茂達3707的 漢磊其實有一個MOSFE的 這個的營收在裡面 所以它有時候被貴類在這個MOSFE裡面 6525的捷敏 好 那來看一下 這些個股都是屬於MOSFE的族群 那因為現在矽晶圓是走弱 比如說我們現在看這個 昨天這個環球金燒爾反彈 這個是反彈 那還有這個 昨天受害比較深的是這個中美金 好一點的 拉上來的 你看這個跌破下緣 有時候其實跌破下緣 其實還是可以觀察 所以這個指標 大家記得這個叫布林通道 你電腦射一下 很好 金核岩 9核岩 6182核金 核金呢 核金其實都 月線都還是往上走 都還好 那還是很多 那是趨勢還是都在 那看台勝科明天 他這個扣底往上掉 看他有沒有機會 沒有機會的話 就是要整理 有機會當然就有機會續起來 好 如果說上游的續晶圓 並沒有整個翻空 就是走空 就是你看這個通道 我跟你講 這個通道中線往上 就是比較偏多方氣勢 那這個中線往下 這個像這個地方叫中線往下 這個就是空方走勢 所以中線是一個 大家要特別去注意的方向 你一定要看中線來做一個預估的方向 那只是說上游的續晶圓是好的 那下游的比如說像MOSFET的部分 MOSFET其實產能也是缺很大 那缺很大缺什麼 簡單嘛 你續晶圓漲價嘛 缺貨嘛 現在都要排隊嘛 抽號碼排嘛 那你沒有貨 你怎麼做東西啦 比如說你現在是一個 你現在開一家麵店嘛 你在做麵的 麵粉都一直叫不到貨 你去打電話去叫一直叫說現在麵粉 我舉例我不知道一包多少錢 假設一包五百塊好了 我叫個一包麵粉這樣 大包的那一種 他現在沒有貨 怎麼沒有貨 你們公司不是有囤貨嗎 有啊 現在一包要八百塊 那你要不要買 那你說不要讓我等貨啦 那等就等 等多久不知道 現在是這樣 有點類似這種感覺 那你開麵店做生意 你能夠沒有麵粉嗎 不可能嘛 你會說 有人說老師我是叫麵條的 一樣道理嘛 你如果去叫麵條的時候 老闆幫我送十斤麵 那你麵來的時候 跟你說要漲價了 那你要不要買 你開麵店不可能不買嘛 所以一樣啊 MOSFET他們有點像是開麵店 那開麵店 那麵粉漲價那也沒辦法 那就是跟客戶講 就是現在牛肉麵本來一碗120 那可能現在漲價150 那你要不要吃 沒辦法因為上流都在漲 我也是忍痛 我也是忍痛 所以MOSFET就有點類似 像我們現在的這些麵店 或者是小吃店 他們面對到的是什麼 面對到的是現在在漲價 那你忍久了 忍再怎麼忍 忍到最後大家都在漲價 到最後他還是要漲 這個就是一個行情 就是一個趨勢嘛 因為上流都在漲 你看被動元件其實 毛利沒很高也長成這樣 這是什麼缺貨嘛 來不及做嘛 那個是因為國際大廠 那個做高階的沒有下來做而已 他們沒有下海 講這樣是比較難聽 他們沒有去做一些中低階的產品而已 如果他們真的下來做中低階的話 我跟你講這其實就不會缺貨了啦 那目前我看營收還不錯的 我覺得大家可以特別留意 他營收上會有亮點的 這個我才會特別拿出來看 第一個就是貿細嘛 他這個營運創十年新高嘛 當然他四月份的EPS是賺營第一季嘛 那捷利的話 他的現金殖利率是2.33 低於57%的功 這個是我覺得是亮點 為什麼 因為現金殖利率這麼低啊 就是說公司其實認為說 這個產業他還是需要現金率投資的 不管是你的營運資金的需求 或者是你的長期投資資金的需求 這個都好 那公司當然他覺得 我認為未來還有錢金 我可能會用到錢投資 那股東就可能抱歉 這個我覺得也不錯 那另外就是傑銘 傑銘的這個 美股營運創立年的新高 這也是創新高 2017年啊 那2017年創新高 去年創新高的這些個股 當然你今年都還是有機會再去強嘛 因為我們常常會說 股市是強者很強 這個市場是這樣 那當然最近的這個大股東的持股比增加 什麼叫大股東 大股東一般是這樣 就是600張持股 或者是800張以上 當然千張是不在話下 比如說他是千張以上的這個持股能增加 那大股東的持股增加的話 那可能就是什麼 他的這個比例上 人數是不變 可能比例上是增加 就百分比增加 就是他可能一個人本來是1000張 然後現在可能2000張3000張一直在加 大股東看好嘛 一定是看好 不然他幹嘛增加 那這個是幾個亮點 我覺得這個是我看到的一些亮點 大家可以去參考 也不見得對 那貿易今天反彈了 今天反彈了 今天反彈了 5299 捷利 捷利今天也是反彈往上走 625的捷秒也是一樣 所以這些個股我認為說 就是整理的時候是你要觀察的時候 整理的時候是你要觀察的時候 但如果說你今天很喜歡追高 很喜歡追高的話 當然這個風險相對就會比較容易產生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PCB 我就稍微帶一下最後節目最後 這個PCB 這個大家也可以注意 因為網通跟車用的部分 會是以後未來的主流 聯貿這個營收有增加 有增加 有增加我才拿出來跟大家講 台藥也是有增加 先鋒是今年車用 車用ADAS這個部分 當然都有機會 那這些個股就是在前幾天漲大漲之後 最近都在休息 那也是蠻扭的 我們看一下這個聯貿 聯貿今天上影線這個增這麼多 6274這個 那今天又有高點了 又有高點了 好 5349 5349 5349 收拾至限 Anyway 趨勢往上的個股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留意 那這些族群整理起來給大家做參考 只是說 你不見得要在大漲的時候去買股票 可是拉回整理的時候 我覺得是你可以觀察的重點 因為畢竟今天台股量增價漲 都漲這麼多 我覺得今天是賣股票的時候 因為今天太熱了 再過幾天有拉回再說 好 謝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明天見 拜拜 全國投資朋友 想知道如何選擇好股票嗎 我用均線扣底 推算法 幫你在騎掌之前 找到最適合的好股票 網路搜尋17Hoya Bar 或是加入我的FlyApp生活圈 就可以跟我一對一的方向討論 我也會親自回答你師傅的問題喔 這是好人嗎 平常工作時總是衝刺所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我喜歡不覺得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這片刻的影響 全國投資朋友 想知道如何選擇好股票嗎 我用均線扣底推算法 幫你在騎掌之前 找到最適合的好股票 網路搜尋17Hoya Bar 或是加入我的FlyApp生活圈 就可以跟我一對一的方向討論 我也會親自回答你師傅的問題喔 謝謝好人吧 我是在指引 比賽我全力以赴 但這些我看了就害怕 要發票嗎 幫我承載劇 什麼承載劇 怎麼對象